捷克眾議院議長愛達莫娃近日是率領產學研代表總共一百六十人訪臺 像是進見的蔡英文總統 蔡總統表示愛達莫娃在強大的壓力之下 依舊是率團來訪 再次展現對臺灣強勁支持 而愛達莫娃則是表示 臺海的和平穩定 是全球安全繁榮的必要條件 那今天呢 捷克團的行程其實相當的密集 他們也出席了臺捷經濟合作會議 聚焦在臺捷商機經驗的分享 捷克眾議院議長愛達莫娃訪團 週一下午進見總統蔡英文 在頂著中國的強大壓力下 依然率團來訪 展現對臺灣的強勁支持 總統蔡英文表示 這不只是臺捷關係進展的重要里程碑 未來還要就經貿等多面向 展開廣泛合作 經貿 科技 文化及區域安全等領域 展開更廣泛的合作 共同強化民主陣營的團結機會 也會促進區域的和平穩定 防臺形成滿黨的艾達莫娃 也拜會國發會主委公明星等官員 上午艾達莫娃則出席台捷經濟合作會議 不只聚焦台捷商機的經驗分享 也希望身為晶片大國的臺灣能協助捷克 在晶片和半導體領域的合作 根據統計臺灣去年出口到捷克的項目包含資訊產品自行車以及汽車零配件 去年出口金額共六點八三億美元 而捷克進口來臺項目則有小客車 電子顯微鏡 發電機和汽車零配件 去年進口金額為四點六億美元 因兩國經貿合作密切 國內的輸出入銀行去年在捷克當地 設立辦事處 協助廠商靈活運用資金 除了經貿等產業合作 捷克學術代表團也前往參訪 臺北科技大學 雙方就半導體等學術研究 交流內容進行簽約 期盼透過臺捷雙方密切往來 共創雙贏 記者送不到